奇妙造物主 你若和我们同虚 将来耶和华有什么好处待我们 我们也必以什么好处待你 文素基十章三十二节 有一天早上我在喂鸟器旁边 看到一只永无剁木鸟妈妈 正是为她的幼鸟喂食 而初鸟就像十几岁的小伙子 虽然她的过头明显已经大过妈妈 却是一副懒洋洋的样子 只是看到那只受药的剁木鸟妈妈 不停地在一大块牛肉上 摘来摘去直到她的嘴巴里 都塞满了营养丰富的牛脂 然后她就转过身 嘴对嘴的喂那只不停抗耳 带有肥嘟嘟的小家伙 虽然大块牛肉近在止尺 但初鸟却是不动如山 只是将着她的小嘴 等待她的妈妈 来来回回 不慈劳苦地将肉送上门 看来这只对木鸟仔 若非太懒惰 就是太无经验 没办法专心投入的 和妈妈一起共享这一餐成宴 过了几天 似曾相识的这一幕又发生了 不过 开始有一些腥味的变化 初鸟开始在酌妈妈身边 转来转去 抹大嘴巴 求妈妈把食物放入自己的嘴里 又过了几天 虽然这只小鸟还离不开妈妈 跟着妈妈四周找食物 但是她已经学会了 和妈妈一起饱餐一顿 这只鸟妈妈 没有像其他对木鸟妈妈 一样把这只小鸟赶走 而是欢迎她和自己一起 享受辛苦找回来的食物 在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里 摩西邀请她的内卿何巴 和她一起去加南 像那只对木鸟妈妈一样 摩西会把耶和华所赐给她们的好处 和何巴分享 你看看 就好像放在喂料器上的一大块牛肉 足以为保护森林里所有的剁木鸟 上帝亦为那些不似老虎 前去嘉南的儿女 预备了各样佳美的祝福 上帝的供应极为丰富 能够让每一个人全然满足 我想我应该要学习摩西 邀请和鼓励更多的亲朋好友 和我一起追求天国 那里会有主所预备的无限恩赐 分享这些礼物 不会令到当中的快乐有任何减少 因为上帝的供应是无穷无尽的 主啊 有时分享对我来说是很为难的 直到我意识到 是你给予我们各样美善和完美的礼物 求你现在使我的眼睛明亮 能够见到他人的需要 求你赐给我温柔的心肠 可以甘心将你所赐予我的福分 欢喜快乐的和其他人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